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不管孩子的事 我觉得她现在就像一个处在叛逆期的孩子 平时给她讲道理她也不听 还经常和我对着干 我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该怎样过下去 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陈先生31岁来自四川代业 有请 韦女士22岁来自四川代业 有请 欢迎两位啊 有一点你们俩大概是一致的 在小片里都说对方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而且任性 谁先说呀 你先说吧 我先说吧 你先说她是怎么不负责任的 怎么任性的 就我和她是19年认识的 然后是在新疆认识的 我去新疆打工嘛 然后过后两个人也就没有谁追谁 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然后就回家结婚嘛 生了小孩 过后没多久 我去上班的时候 我就问她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因为毕竟不在家嘛 如果在家的话 有父母帮忙带着 帮忙看小孩 如果她跟我去的话 就只有她自己一个人带小孩 但是她说的是 她还是要愿意跟我一起去 我上班的地方 那孩子谁带呢 孩子她带着的 那不是很辛苦吗 怎么叫不负责任呢 她是带着孩子 但是她把孩子丢给我 她都会自己走掉 什么叫自己走掉 我们不是在烧烤店上班吗 那老板是我朋友 他自己在家带着孩子 也不方便一个人嘛 我就让他到我班上来 老板也同意了 然后老板闲的时候 也可以帮忙带一下孩子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工作的地方 岗位是两个人配的时候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我就有个烧烤师傅走掉了 我工作量一下就变大了 我就忙不过来 过后她又找我帮忙带孩子 我就没有时间顾及她 我就对她爱搭不理的 然后她直接把孩子就丢给我了 她就走了 打电话也不接 找人也找不到 去哪儿了 就是回到员工宿舍了嘛 哦 就把孩子 撂在了工作单位 你走了 对 她惹我生气嘛 她把孩子丢给我 孩子又哭又闹 我又哄不好 还在上班 而且还有课的 小孩一直哭了 哭两个多小时都不带停的 你想很不好 所以说她真的很不负责任 是这样的吗 本来我想着一家三口在一起 会好一点嘛 没想到矛盾很多 八九月份 其实那个店啊 生意很冷淡 还是淡季嘛 我就觉得 小孩我一个人带太累了 我就想她帮我一下 八九月份 正值夏天 夏天是夜宵 大排档声音好的时候好吗 不要给我杠 这脾气啊 这就是完全 因为我感觉那个店的声音 就是不好 然后她特别闲 我看她在玩手机嘛 我好不容易停下来 歇了两分钟 刚坐下 拿着手机 看一下 休息一下 你就说我很闲 有人帮你好吗 不帮我 我工作量根本做不完好吗 有好几次 我头天的工作都没做完 都拖到第二天下午早点去做完的 因为你做事本来就很散漫 所以说你堆了一堆的活 男生觉得妻子不太理解你是吧 他不支持反而会来捣乱的嘛 女生会觉得你也不给我在带孩子上搭把手 他也不理解你的辛苦对吧 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带的 一个看不到带孩子的苦 一个看不到对方工作的苦 然后就跑了是吗 对 我没真的走 这个事后来怎么解决了 我披着披着活去认错了 现在这孩子还跟着你们吗 没有 他爷爷在带 爷爷是跟你们一起出去打工带着呢 还是说留在老家了 没有 他们老家在潘之花那边嘛 然后我们在成都嘛 然后爷爷奶奶带着的 那不就两个人一起去打工 然后把孩子给了爷爷奶奶了吗 是这意思吧 对 但是之前没有给的时候 他就一直给我捣乱了嘛 我之前不是在我朋友那里上班吗 嗯 每次都把孩子丢给我 他就走掉了 因为孩子一直在吵 你想别人正常营业了都 然后过也没做了 我觉得跟你有点关系好吧 那个店生意不好嘛 他就想着 他学了那个烧烤手艺之后 他就觉得他可以坐下来 然后就去租了一个三轮车嘛 然后就自己在那卖 然后在这期间嘛 然后我又把小孩扔给他了 为啥啊 因为他又跟另外一个女的 我就感觉两个人不正常 那个女的也是把夜消的嘛 那女的还不是你认识的 也不是我认识的 那你不也认识了吗 不是咋不正常了呢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 总是不耐烦 跟那个女的总是笑来笑去的 两个人态度都不一样的 你总是莫名其妙的 突然发火生气 把孩子丢过我就自己走掉了 那是莫名其妙吗 怎么不是 因为那个女的啊 哎主持人 我还带过一个视频过来 就是他把我和我儿子 那时是大概11月份左右 他把我和孩子 晚上10点多丢丢在那 我还是摆着摊 抱着孩子 有个视频可以看着 短视频真是记录生活啊 你说那个孩子在哭了吗 你说那个孩子在哭了吗 不是挺好的吗 那你带一下怎么了吗 是因为觉得跟隔壁的大排档的女摊主 关系暧昧 所以你一气就走了是吧 对 那你不是更应该在旁边看着吗 你走了 他们俩不是有更多的机会沟通和交流了吗 看不下去啊 两个人还在聊天呢 微信上 好好好 聊天 他主要不是因为我 因为我不是在让人摆摊吗 我有朋友 经常会来照顾我的生意 然后一来二去的 他和就是那个摊主 他们两个看对眼了 最开始的总是 这个找我联系他 那个也找我联系他 拉倒吧 他就爱占便宜 那个女的就有点小钱嘛 生意挺好的 老是喜欢请客 他又老喜欢喝酒 就这样去的 我是喜欢喝酒 但是他的请客并不是要请我 是请我朋友 而且每次把你带上了 每次都带上你了 但是你自己不去 所以男生觉得 老把娃丢给我玩消失 所以你不负责任 这是你的结论对不对 对 好 你说说他怎么不负责任呢 他就是给孩子起个名字嘛 也是起得很随意 朋友都知道 我怀孕了嘛 要快生了 他又给他朋友说 小孩的名字起好了 当时要出院了嘛 人家说出生证明要名字 对对对 可是呢 他又说没想好 当时很尴尬 不能怪我没想好 因为我以为会生女孩 然后女孩名字我都想好了 然后医生把孩子包出来的时候 告诉我是个男孩 其实当时心里很高兴 但是又很惊讶 是个男孩 名字我没想过 怎么办 后来起没起啊 后来是我爸起的 他还没有 他爷爷好了 人家爷爷真的 他现在想了一晚上的名字嘛 脚尽脑汁的 还去百度上查了 他在那儿呼呼大睡 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不知道 我呼呼大睡 前一天我是下班 然后过后回来 直接带你去医院 我在医院陪着你一晚上 你掐了我一晚上你知道吧 但是因为我通啊 我要掐你啊 减轻一下痛苦嘛 你减轻痛苦了 我也跟着痛苦的 我现在手上 这还有很多被你掐了巴 就肿了一下嘛 行行行 这没啥人 你还是想了名字 但是我觉得他很敷衍嘛 还有什么不负责任啊 就是我觉得吧 他特别爱喝酒 本来酒量就不好 又喜欢跟他朋友吹牛嘛 去KTV唱歌 唱着唱着就要喝酒 每次回去来喝的 就是吐的到处都是嘛 然后我有一个人带孩子 特别累 我就说他 我喝了一身是这么久 我喝酒的次数 都不知道多少次 100次以上都有吧 但是我回去喝吐了的那种 不超过一只手吧 但是你醉了你不知道 有酒饮吗 还有烟饮呢 还爱抽烟 不是你 你这人说话特别就是 他那感觉就是 这个不是我男人知道吧 反正我怎么数到都行 对 我喜欢这样说他 行行行 他主要是就是喜欢整我 你知道吗 只要看到我男生 我不高兴的他就开心 哈哈哈哈地笑了 我又没笑啊这会儿 你这会儿没有笑 我刚才看你嘴角上扬 好开心 找打吗你 这个上面说兼职 你们俩是不是这个吵架 吵得没法好好工作呀 其实他是有点懒惰的 我们去上班兼职嘛 下午1点半开始工作的时间 然后他们要求 我们是12点半 这1点钟到达现场 他早上7点多把我叫起来 8点钟出门 9点钟就到达现场 我们在那儿喝西北风吗 那么早去 因为我每天都是穷行的 我感觉我没钱 前一天晚上 兼职坐到11 12点下班回去 洗个澡洗一下衣服 都一两点了才睡好吗 因为他晚上爱打游戏嘛 他都会打通宵 第二天快天亮了 他才会睡 所以说你的睡意 就感觉不足 第二天我叫你的时候 你就感觉我在整你 所以我问你回去都几点了 我还打游戏 那段时间我有打游戏吗 没有好吗 给我死将不承认 而且他整我这种事情 还多呢 不止一次两次 他怎么整你啊 我其实有一次不是 我俩都去打针了吗 都是打着左胳膊 我们平时就是 骑电瓶车出门的时候 他上车的时候 都不会抓着我胳膊上去 我扯你衣服要说 我扯你胳膊你要说 过后胳膊肿了好几天 是故意的吗 不是故意的 无意的是吧 不是故意的 我感觉是有执事 有计划有预谋的 你还在给我杠 要不要打一下嘛 来嘛 平常打吗 不是不是不是 我打不过他 但是我必须得强势点 强势 高兴地掐我两下 不高兴地掐我两下 是吗 对啊 我乐意啊 天哪 这都看到 就是无理取了吗 你看他像不像个女人吗 他像不像个女人吗 很唠叨 不管是平时生活 还是干啥 他都是这样 人家说我嘞 还好意思说我呢 那你说说他呗 你说就说我买衣服吧 他就觉得我的品味很差 我说这件衣服怎么样 我会问他的意见 他就很不耐烦 你知道为什么 我会不耐烦吗 一天问你三四次 同样的问题 我能耐烦吗 你们俩为什么要结婚啊 我俩人在一起 当时感觉他挺好的 不像现在 莫名其妙的发火 或者莫名其妙不理你 我这有一次 不是做兼职的时候吗 兼职群里发消息说 就是这个兼职 现在暂时改时间了 如果不做的话 就找我退押金 因为我们是交了押金的 然后我就问他 还做不做这个兼职 他一直不回我 然后过了半个小时 他回我消息了 回我消息就直接骂我 也不告诉我去还是不去 就一个字或者两个字 他就是不回我 因为我觉得他特别烦 我就是不想回答你的问题 还想跟他过吗 他能改改的话可以的 改什么就跟他过 他不要老说我整他嘛 他不要老说 我老是对他不好怎么样的 还想跟他过吗 他老是整我 真的老整我 我就问你回答问题 还想跟他过吗 我 要不然松松筋骨打一架 不不不 打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吗 你对未来有规划吗 就是希望 我们出去之后 两个人找一份 稳定的工作 一起上班 一起下班 你们现在多久回家 看一趟儿子呀 大概等过年吧 那现在有多久 没见儿子了 应该有两个多月吧 想吗 想归想嘛是吧 你又离得远 但是我们可以视频嘛 这次两个人 不带儿子 给女婿满意吗 他只见过我爸 还没见过我妈嘞 为啥 因为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嘛 就说他们家 就是什么都没有嘛 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然后呢 他有这点懒惰的心理 我父母其实有点不同意的 所以你算裸婚对吗 对啊 你心里面 对这个事怎么看啊 我觉得只要你勤快点 我觉得没问题的 但是跟他好的时候 觉得他勤快吗 什么吸引了你啊 嘴特别会说嘛 现在不爱说了 或者说现在还很爱说 但是说的都是公鸡的 而不是甜言蜜语是吧 就是讽刺 听着心里面也是酸酸的啊 孩子还很小 但是这个日子 如果这么过下去的话 这哪过得下去嘛 老师们是怎么看的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想问一下男生 准备什么时候买房 有想过吗 买房这个 还在看 那就是没想过咯 如果要我给建议 我真的建议你们 回到潘之花 回到当地 规划好了 你们生活是可以过好的 我真的希望你们幸福 我不希望你们再这样下去 我一开始听你们两个 讲述生活 说实话确实觉得 挺心酸挺悲凉的 就活得很辛苦 但我其实越听越愤怒 两个什么人啊这是 从头到尾 对自己 对别人 不负责任 你们心中 完完全全 没有一个 最底线的 对生活的要求 你们在干嘛呢 女生上来 张扬跋扈 撸着袖子就要打架 这是个为人母的样子吗 刚才主持人问你说 想孩子吗 也想 你一点都不想 大冷天能把孩子 半夜扔到一个烧烤摊 让这么一个男人 给你背着孩子 你走得了 你那脚就离开得了 那个地方吗 这是一个母亲 应该做的吗 完全对生命没有敬畏 那么大的劲 吵架 互相贬损对方 把那劲用来 照顾孩子行不行 用来打拼生活行不行 你们呢 天天就吵架吧 喝酒 还好意思说 咱俩在一起 我喝了有100次酒了吧 不丢人吗 马上三十而立了 你对生活有追求吗 除了跟他打架吵架以外 你有追求吗 蹭个饭喝个酒 这就是日子了 还抱个孩子拍视频 可怜兮兮的 所以我看着特别的愤怒 不知道努力 不知道奋斗 不知道成立了家庭 要为下一代负责任 对彼此负责任 还在这儿你一句我句的掐 你们有资格掐吗 但是你们能来爱情保卫战 至少还有一点点良知 希望能够走出现在的困境 那就请你们敬畏婚姻 敬畏情感 敬畏生活 好好过日子 就像小鹏老师说的 回潘枝花去啊 把孩子带在身边啊 好好做一个妈 有那露击袖子要打架的件 回去带给孩子行不行 我就说这么多吧 你们自己看着办 拜托对孩子好一点 今天来爱情保卫战的 这个舞台是谁的主意 你的主意 是吗 好 来着目的是什么 目的 主要就是想让他改一改 不要想让他改 莫名其妙就翻火 你想让他改 然后在一起 是意思吗 告诉我 只要他总是莫名其妙翻火 你告诉我 你的目的是让他改之后 继续在一起是吗 如果他能改 如果他能改 就可以在一起 不能改就要分手 对吗 拜托 能不能你自己怎么想的 都说出来吗 你既然娶了这么一个 任性的一个女孩 你就要 敢单直接负责任 否则你就不负责任 你们俩现在 所有的问题在于说 你根本就无法沟通啊 一个不想 一个着急 他为什么这样张牙舞爪的样子呀 那行吗 他就是任性 因为他觉得无助了 他觉得没法改变你 因为你和之前太不一样 你就要做了什么 让他如此之失望 从他对一个孩子的名字 都如此关注的 转变到说 把孩子扔给你 这对你何等的失望 如果是你想来到这个舞台 解决问题的话 拜托 你多做出一些努力 你敢承认一些自己的问题 你敢去往前再迈一步 你现在不敢啊 你现在想退啊 你太看不上他了 所以他着急啊 他比小几岁啊 他比小几岁 你说嘛 这个问题回答不上来吗 你不知道他多大吗 说呀 知道他多少岁 但 你回答我 有什么但是的 你告诉我 他比你小几岁 六七岁吧 六七岁 所以其实他就是一个孩子 我告诉你 他的任性就应该兜着 因为谁想你选择了呢 他的不懂事 他最不懂事的事 就是和你结婚了 他看错你了 自己多大都不敢承认 你们的夫妻之间的 差距有多大都不敢承认 你根本就没有做出 你足够的努力 结婚一年多 一百次喝酒 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喝酒啊 你有孩子了 你有一个家了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 但是这两个人 就在靠你呢 他都被穷醒了 他怕了 你呢 你的觉醒在哪里啊 觉醒嘛 好不好 屁吧 像一个男子汉一样 你啊 这是你选择的 对吗 有人逼着你和他结婚吗 有人吗 没有 有人反对你和他在一起 对吗 对 这是你的选择 别动不动就说 来盖一架啊 虚张争是张牙舞爪的 那样子很难看啊 之前他看上你 一定是有你的优点的 对啊 哪里去了 之前的优点 但现在优点还在的嘛 你的优点是什么 你告诉我 勤快嘛 哦 你勤快啊 你勤快吗 确实勤快啊 你现在还勤快吗 勤快啊 你勤快的跟他打架是吗 不是 这日子还想不想过下去 想 想就把自己最柔软的部分拿出来好吗 别老是杠 你们沟通出了极大的问题啊 两个人在一起平静地聊聊天 好吗 好 就这样 这再有外卖 就是希望你不要老是莫名其妙地不说话 你八点声 我说不要老是动不动莫名其妙地发火啊 行吗 可以啊 那你呢 你要做什么 说 你这男人说实质问题啊 你下一步怎么打算的 说快点 我的话 接下来我会改一改这个比较懒的毛病 好好的回去坐一下吧 奋斗奋斗 拼你吧 我错了 真拼假拼啊 真拼啊 确定啊 谢谢两位请回吧 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愿不愿意为他们的生活做出一些努力做出一些改变 请开门 哎 男人啊 哎 那个老公你拉一下你老婆手试一下我看你敢不敢拉他 我觉得你不敢拉他是不是 我亲啊 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两年的恋爱 六天的争吵 两个多月的分开 我无数次的求和 却都换不回来他一个明确的态度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感情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很爱他 我相信他心里是有我的 但他还要我怎样低头才能回到以前 我希望他能看到我的心 再给我们的感情一次机会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吕21岁 来自天津学生 有请 小吕22岁 来自辽宁学生 有请 欢迎两位啊 谈了两年了是吧 同学吗 是19年5月份的时候 在文化机构认识的 补课是吧 对 补课 谈了两年多 吵了架了是吧 对 六天是吧 据说 然后就分手了是吧 分手有多久啊 大概两个月了 今天是女生来求和是吧 主要是想求和 但是我也想看一下 她的态度是什么态度 行吧 这就相当于来谈判来了呗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年的感情 不会因为就这六天 就这么一点时间 然后就发生这么大的改变 就我还是挺舍不得这段感情的 但是我也并不觉得 我有那么大的错误 行吧 这次为什么要吵架 就这六天为什么吵 这六天就是 因为我大概五月份的时候 我有大概半个月的时间 我都是在学校里 忙那个学习上的事 大概从早晨一直到晚上 可能一两点才回来 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 咱就举一个例子啊 她想喝一瓶饮料 然后让我去买 然后我正好在回家的路上 那个超市离我挺远的 我就说要不咱们 能不能换个饮料 正好我也没吃饭 叫个外卖给你换一个饮料喝 她那边就不高兴了 不高兴了以后呢 我还是去 那就不高兴了 我就直接去买那瓶饮料了呗 买了以后回到家 我也是嘴贱 我就是抱怨了两句 然后这就跟我吵起来了 当时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 很容易多想 然后特别爱猜疑 就是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 她那段时间就很晚回家 然后吧 我当时让她给我买那个饮料 刚才说不买嘛 结果后来换饮料的时候 她又要换我最讨厌的气泡水 我就本来因为她回家晚生气 又因为换这个气泡水生气 她最后买回来回家的时候 跟我说了一句什么 你不懂事怎么怎么样 当时我就也不觉得 她这句话是开玩笑 我就特别特别生气 一个事一个事一个事加在一起 我就感觉她在埋怨我什么 行 还有啥事男生接着说 还有就是再转天 我把衣服放在了厨房椅子背上 没放在客厅的一架上 就跟我吵了 你就放在一架上怎么了 能耽误她多长时间 她不放 你就给她扔了 对啊 扔了 她不放在她该放的地方 第二天 来 听第三天 干嘛了 就是后来 我为她饭她就不吃 而特别着急要走 我就觉得怎么喂你一口肉 喂你一口饭 能耽误你多长时间 我就是她给自己点了份外卖 然后给我加了块肉 一个是我不想吃 第二是我老是在等我 我着急要去学校 我问你三遍你都不吃 我三遍不想吃 我也不想吃那块肉根本 是不过三你不知道吗 我不想吃那块肉 你能明白吗 感情难了呗 就感觉态度变了呗 行 再往后 再往后 她问我 能不能让我妈 给她炖个牛肉吃 我也就随口说了句 我说让我妈歇几天 再给你炖吧 我妈这一天太累了 就又急了 主持人她当时态度不是这样 她就说 我妈过一天再给你整吧 就给我感觉好像 我逼着她求她妈 给我做那一顿饭一样 我就心里很不舒服 感觉我在求她们家 什么样 然后呢 然后这个事就是 没有怎么大吵 因为她在生气的时候 我就赶紧道歉 我说我不想吵了 再转天我排练的时候 她闺蜜跟我是一个班的 我就问了一下闺蜜 她对我大概是 什么一种态度 然后她跟她闺蜜说 她觉得我俩之间有隔阂 觉得我俩走不长了 然后并且她也觉得 她这几天做的事 她没有什么错误 她每天回家都是那个态度 很敷衍 就感觉她把 在学校的怨气 撒在我身上 我肯定不愣一 而且女生一生气 跟自己的闺蜜 跟自己好朋友倾诉一下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吧 而且我当时在气头上 才说的那个话 然后呢就分手了 就她就要跟我分手 然后我排完练以后 就给她打电话 说分手了 她连面都不跟我见 直接打电话 理解了 理解了 其实听到这儿 基本上面还觉得 就算是小情侣之间的 那点斗气 那我先问男生一个问题 在外面确实没有新人吧 没有 好 行 那下面的问题就来了 这不是也吵了六天假 分了手之后 也去求和了 对吧 对啊 她是什么态度呢 当时我是也在生气一下 就同意了嘛 然后我冷静了两天 我觉得可能 我也有脾气急 做得不对的地方 我就去主动找她 说约她出来吃饭 就想着挽留一下 而且我当时也觉得 就是小情侣正常斗嘴 吵了个架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 是是是 你急了 也没急 毕竟咱不是男朋友 也管不了 就是我跟她去聊 我就说 就是你发的这几条 这两个东西 让我反而更反感 不会急 打电话 她说我已经出门了 我现在开车呢 巴就挂了 我觉得态度特别不好 我已经说了 我在开车没办法 然后我也给她道歉了 在电话里的时候 我跟她说对不起 对不起 因为毕竟咱们是要出来玩的 你要是 对吧 我承认我出门没告诉你 咱有错咱道个歉 对吧 但是她给我 等于你开车 要接她出来玩是吧 丘比特文娟 小鹏老师能理解 我理解不了 我真理解不了 我觉得你俩 就不是在谈恋爱 你俩走嘴不走心 谈恋爱是走心的 我真的会担心对方 我真的考虑对方的情绪 对方累了 比如说她把衣服往那一扔了 没关系啊 我帮她一挂就好了 干嘛吵架呀 所以我真的觉得 你俩不是真的在谈恋爱 就是一个 看着对方长得很好看 觉得对方可能戴出去 被有面子 但是并没有珍惜对方 而且女生 你刚刚说 我都跟你分手了 所以 我发朋友圈很正常 怎么在我看到的是套路呢 你明知道发朋友圈刺激她 她会回来 你明知道只要你跟男闺蜜在一起 她就会不舒服 因为男人的嫉妒心 是可以被女生激起来的 所以明知道这样做 干嘛还这样做呢 因为只是想在爱情当中胜过她 你赢了 她回来过了 但是赢了以后呢 没珍惜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位年轻人 好好学习吧 干嘛呀 才21岁22岁 真的学习搞好了 比什么都好 你学习好了 文化知识丰富了 以后你出去 真正地再用珍惜的心态 去好好经营你的爱情 这样的话 这个爱情才能长久 你谈得也才舒服 最后我给姑娘提个小小建议 别跟闺蜜讲你那点事 你想想你给闺蜜讲完 闺蜜跟她说完 她就跟你分手 所以有些时候 跟闺蜜不该讲的 最好就不要讲了 好 我觉得你们俩真的是闲的 其实两个人都没有去 真正体会什么是爱情 就是因为皮囊好看 互相吸引就走在一起了 然后对方的生活习惯 脾气性格百般不耐烦 男生刚才说的那话 你不觉得刺耳吗 这六天他根本就不想看见你 我觉得你们应该醒一醒 大好的年华 就在消耗自己吗 在一起也不珍惜 不要把彼此最初对对方颜值 喜欢的那点点好感 变成了越来越彼此厌恶 能够在一起的最终都是性格 都是细节 不能在一起的早早分开 也别互相折磨 我想说女生的感觉是对的 你所有的这些发脾气 你所有的这种表现 都是在探求一件事情 就是他认为你重要不重要 你家是辽宁的是吧 对 你如果觉得天津的发展适合你 好的留在天津 但一定不能是因为他 还有一年的时间 我觉得你们现在还可以继续相处 但是一定要认识到问题出来了 男生 为什么对他态度这么不耐烦 为什么两个人要出去玩 是两个人的事情 出门都不说一声 如果真的是可以 就好好地去谈恋爱 如果不可以 觉得他烦了 觉得我们不适合了 分手 可以的 只是你们的做法不对 就只要吵 没意义 对吗 找到原因 平静地沟通 好吧 就这样 生活太好了 压力太小了 以至于很多人吧 举着显微镜谈恋爱 你们就是属于那个 举着显微镜谈恋爱 因为生活里面没有什么波折 没有波折 又想要情绪波动 怎么办呢 那我就照呗 放大镜不够 拿显微镜照 多细节的事情 姑娘你身上问题 显得特别大的在于什么地方 就是在长期的宠爱教育 也不一定是你父母的宠爱教育 包括你成长过程之中 直播间等等的 很多人捧着你 以至于产生一种焦纵情绪 这种焦纵情绪 让你不去控制自己的情绪 你从来没有去试图 管理过自己的头脑 你管过你的大脑吗 我们的大脑里面 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管理的 如果一直不去管理 你的情绪会放纵 点赞 转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就不应该是高敏的 没有人的生活是高度敏感 然后有幸福平安的 所以姑娘你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 当一个男人在忍了我两年之后 他突然之间不再忍我了 想要变成一个正常的男朋友 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要看看自我的内心 你要看看我要不要学会 去控制我的情绪 我要不要学会放下我的显微镜 去谈一段宏观的爱情 你以前谈的爱情是一段微观的爱情 就这样 他们这样谈恋爱大体是个常态 我是觉得恰恰是因为挺正常 所以它就不正常了 因为你们按正常套路出牌 正常的套路两年了 彼此太了解了 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情感里面应该注入新鲜和活力的时候 但是它没动力了 内驱力没有了 你们有啥新的动力吗 没有 是毕业以后成家 买房 还是什么 没有呢 所以这么平静找事嘛 这就是陆琪老师一直说的 你们现在开始对彼此的宽容度 已经没有了 不要别扭 不要强求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是觉得两年走过来 不要轻易放弃吧 然后我做得有不对的地方 我也会去改 就没有必要因为六天的时间 把咱们感情就这么断了 然后你也给我们感情再一次机会吧 嗯 我觉得就是如果在那六天里 你给我多一点宽容和理解 咱俩不至于闹成现在这样 然后我也给过你 就是可能类似机会 但是你还是要一直拿着那些事不放 所以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你能做出什么改变了 你 就是你最起码能让我相信你 你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 然后让我做出改变吗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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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官方报名热线是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咨询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来吧 看看这对年轻朋友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女朋友在一起快三年了 我们感情的一直都挺好的 可是她总是把所有事情的错误都归结到我的头上 我能忍的都忍下来了 但是上次呢我们和朋友出去玩 这一整天不管是不是我的错 最后总能归到我的身上 现在就连我提出分手都是我的错 我该怎么办啊 一味的妥协一味的忍让 不代表您对她爱的有多么深 那只会让你们之间的问题变本加厉 也是将你们的关系推向悬崖的元凶 所以在感情当中一定要有底线有边界 那现在您既然提出分手都是您的错 就僵错 就错吧 要再一次谢谢四位情感导师 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也要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